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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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刘盛 透过玻璃 冲望这世界 射箭蓝图就在眼前 一笔一画描绘明天 线条够了幸福的画面 穿瓦的对跌 剪够爱的包围 搭建世界 花花蝴蝶 自由去飞 走在这城市悬化的大街 仰望彩色的人间 握住手心中 那未来像盛开的花朵 理想不再是尽头 黑夜转眼就走 世界已改变 吹出我们的梦 幸福拥有 视线最初的梦 有理由 中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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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定这是我爸的自己 我确定 可是 你爸爸 怎么会在这上面刻字呢 难道我爸跟你爸妈有交情 主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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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没心情想那些接班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就是段和红莹在一起的念头 你们是亲兄妹 如果你真的为红莹好 不想让她再受伤的话 那就把这件事情 滥在自己的肚子里 男人这个时候 就应该自己担着 周灵啊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按照你妈说的 马上去跟玉慧结婚 这样也可以让红莹彻底死心 你跟我妈 为什么非要我娶玉慧不可 你们都知道我不喜欢她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呀 我和你妈就是为了你 为了白虎着想 难道你真的告诉红莹 你是她亲生哥哥吗 那也不需要我娶她吧 我根本就不爱她 这样对她对我来说 都是不公平的 好 如果你不尽快完婚的话 那红莹一定会对你千尝挂毒 到最后怎么办 你有说事情吗 还是说你能够马上找到一个 这比玉慧更加适合结婚的女人 中灵啊 我知道你不爱玉慧 但是我们都看在眼里 玉慧对你是有真感情的 这种事情日久生情 慢慢会好的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喂 谁 什么 董事长我有情况 好 我们马上过来 总理 你妈妈来电话 说董事长不太好 要我们赶快过去 爷爷 嗯 妈 爷爷现在怎么样了 我也是刚接到医院通知 匆匆忙忙地赶过来 还有好多手续都没办呢 永泰啊 麻烦你待会儿陪我去办一下 好 中灵 你先去病房门口守着 说不定待会儿爷爷就醒了 好 好 中灵还是不肯娶玉慧 结婚的事啊 一定要快 据我所知 老狐狸在遗嘱当中 并没有把财产留给中灵 而是给了十三二十多年的白玉天 这个老不死的 一天到晚只知道思念他那个不存在的儿子 我是担心 要是老狐狸这次真的醒不过来 遗嘱又没有改 到时候董事会一定会从中作乱 对我们很不利啊 所以我才想让仲灵尽快结婚呢 到时候老头死了 会看在仲灵结婚的份上 把股权转交给仲灵 到时候咱们儿子就可以顺理成章地 当上董事长接受白狐企业了 老狐狸倒好办正半死不活的 麻烦的是仲灵就是不肯结婚 这孩子的脾气真硬 这一点既不像你也不像我 算了 算了 儿子交给我 你呀 好好盯住那只老狐狸 还有公司那帮子虎视眈眈的家伙 只要仲灵他愿意去与会 就算周灰银寻祖归宗回来 也拿我们没办法 萍萍 这事我帮不上什么忙 你就都费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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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医生 请问一下 我爸现在情况怎么样 病人这次算是抢救过来了 但是身体很虚弱 还是需要慢慢恢复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们能够进去看看他吗 可以 不过病人需要休息 你们不要耽误太长时间 最多三十分钟 好 我们会注意的 谢谢 谢谢啊 爷爷 爷 众龄你来了 好啊 爸 您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好一点 爸爸觉得 恐怕是不行啊 好 爷爷 您才刚动完手术 肯定会不舒服的 您别乱想 先好好休息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没事 就是啊 爸 您要郑总 难道您不想看众龄娶媳妇了吗 我当然想看我孙子娶媳妇了 爷爷 您别再说话了 您好好休息吧 没事了 没事了 爷爷在想 爷爷在想 爷爷 让你娶媳妇儿 一定要娶明门归宿 爷爷 让你娶媳妇儿 一定要娶明门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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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想想 当时的想法 有些太专制了 爸 爸 您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我住院这段时间一直在想 人生苦短哪 你只要能尽兴快乐就好 众龄 你以后 以后 你娶谁做媳妇儿 爷爷都不反对了 娶谁都行 只要你快乐 就好 正平 众龄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 我先回去了 陆上小心 众龄啊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您让我娶玉慧对不对 我跟您说过 我不会娶玉慧的 我不可能娶她的 玉慧体贴又漂亮 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 这不是满不满意的问题 是我根本就不爱玉慧 我对她没有感觉 您根本没有办法想象 跟你不爱的人相处几十年 有多痛苦 这算什么问题呀 感情嘛 可以慢慢培养的嘛 不可能的 我跟玉慧是两个 不同世界的人 我不爱她 我也不可能跟她培养感情 那你想娶谁 还是想娶周弘英是吧 你爷爷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看着你成家 他甚至愿意降低标准 不要你娶什么大家闺秀 结果呢 你还是想娶周弘英 娶自己的亲妹妹 败坏白家的门风是吧 我没有 我没有 你爷爷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那你说呀 你为什么不肯娶玉慧 你不肯娶她 那就表示 你对那个周弘英还没死心 我知道 你是想等爷爷死了 等我也死了 好跟周弘英双宿双妃是吧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你别再说了好吗 儿子 你骗得了别人 你骗不了妈 好 那么想跟周弘英 在一起是吧 我成全你 妈 你干什么 妈 妈 你别这样 你让我死 你让我死了一了百了 我可以不用再替你操心 我可以不让你爷爷担心 我死了你就不会再讨厌我了 把孙平给我 妈 把孙平给我 妈 你别这样 尤婶 尤婶快过来 快过来 快过来 你不准过来 你别过来 妈 你给我 儿子不肯听我的 违背爷爷的心愿 还想败坏我白家的门风 你说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没有 你让我死 你让我死 妈 我求你了 您放手 妈 我求你了 你别这样 我死了 把孙平给我 我死了 死了 我死了可以成全你 你流血了 妈 把孙平给我 我拜托你 别这样 妈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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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 把孙平给我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答应我什么 我答应你 我娶玉慧 我答应你 把孙平给我 你没有骗妈吧 没有 我没有骗你 真的恳娶玉慧 我没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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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 放手 太好了 你爷爷知道的话 肯定会很高兴 太好了 去哪医药香过来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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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弘英 伯爷 慢点 弘英啊 你总算醒过来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是这样的 昨天我去白家找你 发现你晕倒在地上 所以我就把你带回来了 晕倒 众龄 众龄 你先别着急 小心小心 弘英 你先坐好 你看 众龄 众龄他在哪里啊 他 伯爷 你快说 众龄到底在哪里 您告诉我 好 我说 你先别着急 昨天晚上我去找你的时候 发现众龄也晕倒在地上 那你有没有把他给带回来啊 我没有 因为我相信 他的家人会照顾好他的 所以我只是把你带回来了 包 我的包 我的包包呢 我要打电话给他 好了好了 热机 你先别激动啊 我帮你拿包 你别着急啊 给 我得确定众龄是不是平安 不能按摩 你都不是保持人吗 你都病了 我可以 你看 你怎么没错 你怎么也不该 我爱你 我应该就这么多了 你怎么这么多了 我认真 你怎么这么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拨打的电话无人应答 请稍后再拨 红音啊 众理没有接你电话呀 也许他在睡觉 所以没有听见 这样吧 晚点打给他 红音啊 你饿了吧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王爷 你说仲林的家人 会不会根本就没有把他带回家 仲林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啊 怎么会呢 这不可能啊 可是他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这 我不是说了吗 也许他在睡觉 或者呢 他手机调成静音了才没听见 再或者他在洗澡 你们女生啊 就爱胡思乱想 不行 我得亲眼见到仲林才行 红音 不行 我要去找他 你看看 我说你不要乱动吧 可是 红音 依照你现在的情况 别说是出门 下床都费事 你怎么去找仲林啊 可是 我真的很担心仲林啊 伯彦 你说你那个时候 你怎么不把仲林给带回来呢 我 他家人要是狠心 不理他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好了 好了 红音 你别着急 别激动啊 这样吧 等一会儿 我再去趟白家 替你打探一下消息 好不好 好 行郎 别着急了啊 众林 玉慧来找你了 众林 妈进来了啊 你这孩子明明没在睡觉 你怎么不回答我呀 我很累 众林哥 我来看你了 他 妈 他来干什么 你未婚妻来找你 当然是去挑婚纱了 平阿姨 我看众林哥真的有点累了 不如我改天再来好了 好了 小懒虫 赶快下床 陪你未婚妻去挑婚纱 快 别浪费时间 跪 快去 快去 走了 来啊 请等一下 我给你倒杯水 好 谢谢 众林哥 你觉得我们婚礼的主色 是钉紫色还是香槟色呢 婚纱的颜色应该配套吧 众林 众林 伯爷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 你的话还真有意思啊 这也不是你家 你管得着吗 我是来找众林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找谁还不都一样 你给我听清楚 再过不了多久 我就要跟众林哥结婚了 一旦我们成为夫妻以后 白家自然就是我的家 周玉慧 你以为我相信你的话呀 你是不是做梦想嫁给众林 想疯了你啊 众林 她说她要嫁给你 跟你结婚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出去说吧 众林哥 干吗要出去说 我又不是外人 你别跟过来 无所谓呀 反正众林哥 已经是我的了 你说什么 你真的要去众议会啊 白众林 是我做梦还没有写 还是你发烧烧坏了脑袋呀 你我都没病 是我这辈子和红莺没缘分了 什么叫没缘分 你说的什么狗屁话呀 白众林 对 那你之前口口声声 说要照顾好红莺一辈子 那算什么 现在又出尔反尔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那好啊 我今天就给你这个机会 你给我解释清楚 我 我什么呀 你倒是说话呀 别撑哑巴了 我 你说话呀 这辈子和红莺已经走不下去了 她是个好女孩 你就好好照顾她吧 走不下去了 那你之前为什么要跟我讲 为什么之前 不把红莺让给我呢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呀 你说呀 你说呀 那是因为什么 什么 白众林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你知道你这样做 红莺知道会多伤心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啊 让她伤心更好 你就可以好好照顾她了 你 白众林 你少给我转移话题 我现在才明白 一直以来 你都在玩弄红莺的感情对不对 我没有玩弄她的感情 如果我跟红莺有一点点的机会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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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什么 好 我来告诉你 是不是因为你妈妈 或者是因为你那个讲究门当户队的爷爷 但是你别忘了当初我跟你说过的话 我说 如果有一天 你要是有胆子欺负红莺 我一定会打死你我 那你打死我吧 你打死我吧 我辜负了红莺 你打死我吧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跟我说实话 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事情 还有 你真的考虑过红莺她的感受吗 她可是把整个心都交给你了 难道你就不能 对她好好负责吗 负责 我已经没资格说负责这两个词了 你知道吗 那我今天就答信你 你 白忠林 你这个负心汉 我今天非要打醒你 我 负心汉 打醒你 白忠林 打死你 你这个负心汉 你这个负心汉 我非要打醒你 你太让我失望了 白忠林 你 周小姐 请喝果汁 有婶 这以后啊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还这么客气 你不用特别招呼我 去忙自己的事情吧 好 不 诉你 回不着 clamping 我让我去吧 把刘伟 都在了 伤背 你儿子 你儿子 好 苗子 我看来 让开 薄焱 你干什么 竟敢打我的众林哥 你让开 白众林 我今天算看清楚你的为人了 你是一个无亲无义的骗子 我警告你 从今天开始 你不准再接近红阴 如果你再接近红阴的话 我一定不会饶过你的 薄焱 你竟敢在白家撒野 众林哥 你没事吧 都流血了 众林哥 众林哥 众林没事了 众林没事 是啊 她好得很 哥 既然她没事了 怎么不来探望红阴姐啊 她 是这样的 那个院里面来电话了 说是董事长有些事情找的 所以她脱不开身 董事长还好吧 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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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红阴啊 我看 你脸色还有点苍白 这几天啊 就在我这里好好休息 别去上班了 等你身体养好了再说 好 好不好 不用了 我觉得自己已经好多了 马上就能工作 不行 哥 你怎么了 这么紧张 为什么 薄焱 如果你是担心我的身体 那我可以告诉你我没事了 你放心好了 我都已经养精蓄锐一整天 现在撞得跟逃牛似的 不信你摸摸看 婶婶 你摸摸看 不是 我知道 其实是这样的 因为你自己说的 说要把身体养有好 才能走更长更远的路 对吧 而且呢 你不仅仅是为了现在 也是为了将来 只有多储存一些正能量 才能防患于未然嘛 薄焱 你是在担心 我和仲林的婚事吗 是啊 不 不 不是 不 不是 到底是是还是不是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其实 其实是这样的 过两天呢 咱们俩要出个差 因为在上海 要举办国际时装周 所以到时候 有很多大牌的设计师 要到场的 可是过两天 不是我们新产品的上市吗 我知道啊 但是因为有白仲林 和雪莎娘留在公司呢 而且啊 这次机会非常非常地难得 我好不容易向公司申请成功 让我们去采访那些国际时装设计大师 白仲林他同意了 公司也同意了 这对我们业务上是一个很好的提升机会啊 本来呢 我想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秘密 可是现在这不搞砸了 可是这跟我明天去不去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这 因为这次我们要面对的是国际上的时装设计大师 那所以我们要养精蓄锐 做好工作 准备好材料 对吧 所以呢 这两天你就在家里面好好休息 以便去研究材料 做好准备工作 哥 你这样说不就是等于在家报病加班 那红莹姐还怎么休息啊 这个傻妹妹 正因为这次采访非常重要 所以让红莹留在家里面呢 那她才能安心地准备好材料啊 如果上班的话 那她还要分心 对不对 再说了 我也不是把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她呀 我下班以后也可以帮她呀 老人心烦 红莹姐 你呢 就把所有的工作 都丢给我哥去做 好好休息就对了 对啊 那你在家里面好好准备资料 等我下班以后 我就来帮你 行啦 别打乱人家了 红莹姐 晚安 晚安 好了 走了 哥 您过来 你刚刚怎么回事啊 说话没头没脑的 有吗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刚刚说到白仲林的时候 你整个脸都不太对劲 刚才我表现得真的不对劲吗 你果然有秘密 你快说 什么事 哥 你快告诉我什么事嘛 你说啊 你快告诉我 行了行了 别嚷嚷 我说还不行吗 我昨天去找白仲林 我竟然发现 他跟周一会一起在挑婚纱 找他帮胡英姐挑婚纱 这是想折磨谁呀 你还笑得出来啊 人家在挑自己的婚纱 白仲林要去周一会了 哥 哥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啊 你呀 千万别跟红英姐 开这种玩笑 否则恨我自负 你别装了 我是那么好忽悠的吗 不会吧 不会吧 这太夸张了 这白仲林跟红英姐不是才一起 跪求父母 还共同生死 怎么这么快就变心了 我哪儿知道啊 我听到的时候 我都快戏疯了我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能有什么误会啊 白仲林亲口承认了 周一会也承认了 这能有误会吗 我可警告你啊 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告诉周红英 时代不信就拖着 总之 要把对她的伤害 降到最低点 真没想到会有这种事 不行 我一定要在网络上 揭发白仲林的恶行 让她身败名裂 行了行了 你少瞎掙谎 要不然的话 最后受伤害的还是红英 哥 不过这么一来 你又重新拥有一次 追红英姐的机会了 喂 这么落井下石的事情 我可干不出来啊 我可警告你啊 不管是网络上 还是在别人面前 这件事情 你把嘴给我闭紧了你 你看我呀 娱乐 我家杰子 不营拉佛 我可盼我的样子 大家早 早 弘烟 等一下 弘烟啊 不是让你待在家里面吗 怎么来公司了 反正在家也是准备 时装周的材料 还不如来公司专心呢 仲林来了吗 什么时装周啊 上海时装周啊 过两天 我跟博焱要一起去参加的 没听说 没听说就对了 因为昨天仲林 才刚刚告诉我 还没来得及通知你们呢 弘烟啊 跟我来一下 来 你们大家今天都在啊 玉慧 今天怎么穿这么漂亮 有吗 我不是每天都这样子吗 不对 你今天这打扮 好像别有用心啊 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问你猜中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 要向大家宣布 我们走 我要结婚了 要结婚了 要结婚了 跟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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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结婚啊 跟谁 怎么 听到我要结婚了 怎么连一声祝福都没有啊 亏我还准备那么多喜糖 下药发给大家呢 不用了 你留着自己吃吧 弯医 我们走 干吗那么无情嘛 本来我还想你们沾沾 我跟仲林哥的喜气呢 白总结 周语慧 怎么了 我忘了 你们还不知道这个事情吧 我跟仲林哥要结婚了 昨天晚上 我们还去试婚纱来着 昨天晚上 红衣啊 我们走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余慧 你别再这样 我知道你很难过 可是如果你再这样一厢情愿 最后不是会更加失望吗 我们看着也难受啊 一厢情愿 一厢情愿的是你周红英 仲林哥已经回到我身边了 我们的婚纱罩还没有洗出来 不然的话 一定还要让你先赌为快呢 我不相信 你大可不信 等我们结婚以后 你就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还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们 我不打算把洗帖发给你们 因为像那种高档次的婚礼 去的都是贵宾 你们要是去了 岂不是让我很没面子 要不我多发现洗糖给你们好了 周玉慧 你少在那儿惺惺作态啊 谁要你的洗糖啊 杨伯爷 我跟仲林哥结婚了 你就有机会跟红英在一起了 你 你应该感激我才对啊 不会的 仲林不会娶你的 你不接受 我也爱莫能助 等仲林哥来了 你自己问他吧 红英啊 别跟他搅我 我们走 我不走 我要等仲林来问清楚 他是在撒谎 这个人一向无聊 难道你听不出来吗 我没有在撒谎 你们要不相信的话 自己打电话去问仲林哥去啊 来 她们两个不吃你多吃点 来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你们多吃一点啊 恭喜啊 恭喜 众林没记 他从昨天就没接我电话 为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众林哥嫌你烦 不想接你的电话 伯爷 把你电话给我 红英啊 周红英 我还要警告你 等我跟仲林哥结婚以后 如果你再继续缠着他的话 我绝对跟你没完 伯爷 把你电话给我 红英 她 她不会接的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红英 带李董事长找你 阿姨 拿去 这里面有你这个月的薪水 还有三个月的遣散费 对 为什么 拿着钱马上离开 离开我们白虎企业 以后这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阿姨 我不能接受 我没有做错事情 你们不能开除我 你勾引我儿子 害他不能专心工作 又跑来我家 逼我要成全你们 这理由还不够吗 阿姨 我跟仲林在一起是真心的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住口 我是白虎企业代理董事长 我当然有那个权利 解雇你 还有 麻烦你以后啊 嘴巴放干净一点 不要在别人面前 谈你跟仲林的过去 因为我们家仲林 已经决定要取与会了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仲林不会取与会的 他 他是我儿子 他要娶谁 当人是我决定的 对了 这是你的吧 麻烦你带走 还有 限你在二十分钟之内 离开这栋大楼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去找仲林问个清楚 别浪费时间了 仲林不在 就算在 他也不会想见你 我去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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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去看你 失去天长地久的机会谁的错 在美丽的流星夜始终就会坠落 不懂我们之间为什么总要这样错过 我迷失在曾牵手走过的街头 还那样热闹直到看到你被他拥在怀里 幸福的微笑来不及说再见你 一愿走高飞给的回忆你都无所谓 看不清都是因为我还爱你 无法忘怀的爱情来不及说再见你 已经变形了给过的承诺都无所谓 太多的争执因为我还爱你 只希望你能幸福开心的微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